仙力 亡灵 归来 一个眼神秒杀同性的女杰者 我终于看明白了遮天和仙力的差距 不止在剧情节奏 要说只有五六级就能在国漫市场里闯出明确动漫还真不多 乌山五行散事一个 就连今年最大的黑马苍运图也是15级左右才被我发现 但仙力绝对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 仅仅七级就来了一个高潮决心 腾望远灭杀亡灵犬族 而亡灵更是因为灭族仇恨瞬间摆头 然而既是如此 他一个助击期面对原因期肯定毫无胜散 直接被灭杀 侥幸一次神识逃进了御外战场 并且从一个不可能再回归的吞魂 故意放出自己的神识 经历百年时间夺朔成功 利用马良的身份逃出御外战场 这一次次的魔化一步步的经营 无步展现了亡灵的聪明和修正记的险恶 在他归来之后 他知道自己马良的身份很容易被识破 所以一出来就展现自己强大的气场 给予震慑作用 那一刻我以为亡灵出来这么厉害 都已经原因了呢 随后再给值班的长老 送上意外战场的礼物 安然离开 找上一个地方恢复自己的伤势 让灵魂彻底融入这具身体 当然一切都不会那么一帆风盛 在一年半后的某天 亡灵已经稳固了修为 但需要焚金果 稀释核属性能量 刚好英葵宗的三个基因弟子 也在找寻这种焚金果 看到亡灵直接拔掉了焚金果的根 怒从心中起 就要对亡灵动手 你看汪灵是怎么对待这几人的 废话根本就不给你多说一句 极尽神识发威 一个死字 当场三人恨死当场 竟敢整根断掉 你是那个门派 都要为这回根之事 出代价 这样一来啊 竟然还意外捕获了 原因期修饰的魂魄 许立国 一通电话 一个高级战力魔头 就此产生 真的 剧情节奏来说 一气呵成的感觉 就没有丝毫的停顿废话 而接下来 亡灵面对的最大威胁 就是因为马良师妹三人的魂血 惊动了师妹后面的 原因期老怪物 但亡灵本来对他们 就没有太大恶意 面临威胁 魂血还了便是 不过这其中也有个小插曲啊 那就是其中一人 竟然做了手脚 在令牌中留有印记 也说明人性不可测 这才是修宪世界嘛 我就说这三人 不会说命掌握在别人手上 还这么乖乖听话 目前仙音给我的最大感觉 就是看着爽 亡灵也是真的苦 但也是真的帅 剑魔都换了五个了 而且编剧也很能懂观众的爽脸 腾望云虽然是原因期 但也会被亡灵的原因期幻想杀到 而亡灵在正式踏入修仙之路之后 早就懂得了耳鱼我诈 杀伐狗蛋 无论干什么事都干净利落 井井有条 一个助击期十五层时候的出场 还有一次极尽杀人的畅快感 再有这次回归后的 霸戏走路出场 每一次这样的情节 虽然看起来吐 但是融合合适的音乐 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反观这天呢 在前面看的时候还以为就是节奏和仙丽的差别 导致没有这么好看 但实际上更新的三十四集 我发现和仙丽比完全没有记忆点 叶凡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看到别人吹得啥叶黑 啥男主人是好 反而亡灵这种一阵一邪 做事滴水不漏 干净利落 让我觉得有点浮黑 又有点喜欢 两边都有同样的长老坑弟子的情节 但仙丽很快就带过了 这天意识整了整整二十七集 而叶凡的出场 每一次进集 也没看出来具体的变化在哪 反正只要是遇到人 还是被追着跑就行了 人物性格 人物等级 甚至是出场造型音乐的设计 都遭到了仙丽的全方位碾压 前几集 我还以为只是节奏 现在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亮极 现在的仙丽才十四集 可遮天已经三十四集了 据是这样下去 他们之间的差距只怕会越来越大 你觉得遮天还有机会超越仙丽吗